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他为我们讲解一下办证的一些流程 首先当事人留取了结婚证以后 会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将这个结婚证传递到我的手中 然后当我拿到当事人结婚证的时候 先是会合选当事人的姓名 以及他的所有信息是否正确 正确的话我们将会进行下一步的办证仪式 当事人在庄严的国企与国会之下进行一个宣誓 宣誓结束之后 当我把结婚证递到他们手上的时候 我们会送上一些祝福的话 这样办证仪式就结束了 根据民法典规定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根据民法典规定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共同肩负起民法典赋予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共同肩负起民法典赋予我们的权利和义务 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 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 我们将彼此忠实互相尊重 我们将彼此忠实互相尊重 那难道是每一天都有吗 还是在特定的节日才有这个班军的仪式呢 不是每天都有的 只有在特殊的好日子 像大家比较追丑的这种 520 521 2月14 7夕 圣诞节 平安夜 这种我们才会举行一个 大型的集体班证活动 那您觉得就是班证这个环节 对于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意义很重要 因为在我班证上万多的新人以来 他们在班证过程当中 有流泪的 也有两个人相拥的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 非常值得回忆的一个会议吧 首先恭喜你们今天正式结为夫妻 那咱们为什么选择七夕来领证呢 今天人多热闹 七夕嘛 对 七夕比较值得纪念 因为七夕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这个比较有纪念意义 再一个就是我们觉得 你说吧 我选择这会有个特别的日子 来纪念我们以后的婚姻生活 也能幸福美满 圆圆满满的 那有没有什么 对这方的希望 在以后的生活中 你也说你的希望比较多 希望我们彼此互相尊重 能共同患难 然后也共同幸福吧 您呢 希望你以后多多包容 多多理解 然后我也会和你一同成长一同 对我好点 希望我们以后都能够就是开开心心的 好好爱我 好好疼我 我肯定会好好爱她 好好疼她 今天呢 作为民政局的班政员 我不仅是爱情的使者 更是幸福的亲历者 看着一对对新人 从羞涩到深情相拥 从紧张到眼含泪光 我不仅被这份深情所打动 他们的笑容 他们紧紧相握了手 都在无声地诉说着 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意 愿每一对新人 在今后都能握紧彼此的手 公图每一个妻子